王莫雄 王莫雄 牛局長 什麼這麼草蕩 我們收到善報 說你們秉勝大壓有燒莊的言義 你借一下拿個帳簿給我 燒莊? 不是 我們秉勝大壓一向都有做正經生意 行得正是站得正 是不是有人陷害我們秉勝? 王莫雄 你這兩個說話 你說出來 我想你自己也不相信 王莫雄 老實跟你說 有沒有做違法的事 不是你們自己解釋 是由我們警察決定的 你馬上拿個帳簿來 不是,王莫雄 王莫雄 我要說聲給秉哥知道 不用了 放我 拉人 王莫雄 不行的 你這樣拉 王莫雄 你這麼會越看越喜歡秉哥 可以了 可以了 想了幾天 算了 忽然整花了也不值錢 趕快拿回去 當保證華慕雄 處理了他 你也知道 怎麼啦 169 說話也沒概念 說話也不因為 我可怕會有點癖 我沒有 額美窩 出事了 出事了 像牛大春 大人封了你們的店 甚麼 是啊 那個做法很突然 就會洩技 通知你們了 這是何第二個店 你應各封我店 好像你們的店 涉嫌蕭妝 有沒有搞錯 剛剛乾脆三天才封了大禮事給他 現在來封我們店,是不是嫌小啊? 不行,再問問他 又算了,救命 你剛才說牛大春說我們當店是蕭莊? 是啊,我聽他們是這麼說的 喂,會不會因這隻錶啊? 錶?關著錶什麼事啊? 唉,牛大春當時親自帶隊 而且這麼突然,撇開了狗 要不然為這錶,為什麼? 十成十,是啊 唉,他真是為了這隻錶 這趟就糟糕了 喂,小狗,真是被你害死啊? 我也不想的嘛 我怎麼知道牛大春還在盯著這隻錶呢? 你怎麼會出什麼事啊? 你問那隻錶是你的朋友嗎? 小狗 小狗 你老老實說清楚這隻錶來龍去馬 你不說吧 不理你了,你死了一點錢 說吧 其實這隻錶是我們警局收回來的裝物 裝物來的? 我打算南京來接裝物之前 找不到他 你也夠沙膽了 炳哥,有頭髮誰想做辣賴 牛大春的老婆生日,我沒有錢送禮 我打算拿這隻錶去當作,拿錢去送禮 對,誰知道白菇這麼招搖,連簽了 如果你當作一不一十告訴我,我就不會帶出去 你帶就帶,又要跟牛仔看 我真是你真是假的,我真是漂亮的 牛仔便輕而心 炳哥,炳哥,不是了 既然這件事跟我們無關 我們快告訴牛局長,無謂為著錶得罪他 炳哥,許死幾次 不是吧,你倆姑婆 下井下石見死不久 怎麼夠啊 這樣吧,你就批一隻錶給我 我去應付牛大春 嘩,這錶給真金白,買回來的 除非要賠錢給我 好啊,我給你一點錢 不過我現在沒那麼多 一半都送給牛大春 好啊,我先給你一半吧 有剩那些呢,我就有所冒獻 我可以打個欠條給你的 你死理賺,關我們鬼事啊 現在不是只有我死啊 他瘋你肚,你應揚死啊 我們現在是抱著來死啊 唉,阿九,就算是這樣啊 如果牛大春不肯落搭的時候呢 你都死定的 但如果你們肯幫我啊 我都做得拚啊 嘩,做得這樣 我拿一頭掌 你們接受 九月二八號 當舖收金錶一隻 簽名是黃蝦 嘩,沒用 這些字是不是寫的 是,是我寫的 那這個黃蝦 是不是我們分那個警長三六九黃蝦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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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用 你這份人不見棺材不流眼淚啊 嘩 嘩 阿局長 你來得對啦 我正想有些事跟你合實一下 阿局長 你儘管問 我知道的事,我全部都跟你說 那 你是秉勝大壓 那隻金錶是甚麼回事 喂 我們警察的紀律 你不是不知道的 啊 你不想受疲 欲知苦的話 你就和我一五一十 都說出來 我做得出就不怕認 那隻金錶 是我偷了出來 賣給伯伯的 嗯 嗯 你這麼沙膽 其實我也是沒辦法的 我打算抽筆錢呢 就送禮給牛太過生日 和向你表示我的忠心 我沒有叫你做違法的事 做甚麼 偷標和送禮是兩回事 沒錯,你說得對 我這樣做呢 就是暗偷 但是你又明搶 笑碰你啊 我沒有說錯的 要不然 我放在保險箱的假錶 為何帶在牛太手上 你… 人類 欸,局長 等一下 我知道偽專員馬上來 如果我把整件事爆出來 我驚奇在這個位置那裡 不是我 是你 你以為 你會見到偽專員嗎 我都預料見不到 但是太子餅見到 你這個意思 太子餅當我的帳簿 寄了我錦標一筆 沒錯 但是太子餅跟我說 牛太也是炳盛大壓的常客 我想他總會記了牛太很多東西 你… 你現在封了太子餅的檔口 你說太子餅會不會這麼順滩 你想造反啊 怎敢啊 局長 其實我的忠心你是看得出的 是啊,局長 太子餅要我跟你說聲 他說很想請你和岳父人喝茶 不知道他給不給面子 太子餅,你也算沒事了 居然可以搞到三六九幫你賣命 局長 千萬別這麼說啊 實情我是被他們害的 我們打開門做生意 南來北往什麼客人都有 你現在無緣無故封了我的家路 還拉著華茂蓉走 總之有任何事都好 你找我 好嗎 是啊,乾姐 那天你生日 我怕你被人騙 所以口多說多了一句 原來這件事是這樣的 對不起,乾姐 對不起,對不起 其實你生日那天 我應該送一隻金錶給你 但你知道人多口雜 我怕對牛局長不利 所以現在才送給你 不要啊,白姑 既然是你的自愛 我不是奪他人自愛 還是拿回去了 怎麼會呢,乾姐 其實我那天戴的錶 就是想黏你的福氣 現在呢 應該戴給你手上 最搭你的了 你才最搭你的金錶 南部長 這些女人我們不用管 總之 以茶代酒 望局長你是高抬貴手 牛局長 你確定太平分局所收的裝物 都在這裡 是 所有的行物都在這裡 你也要做了 顏專義 我敢拿我的職位來擔保 牛局長 你不要過頭說話 小心你位也不要坐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又不怕趙直跟你說 去年 抄船商家那時候 他姨太太手上的手錶 現在在哪裡啊? 咦? 那就是這隻 就是這隻? 是啊 你當我猛嗎? 什麼意思啊? 去年的船商押舊去南京那時候 寫了一份認罪書 對那隻手錶 描述得清清楚楚 這隻手錶 貨不對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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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我 一時不小心 疏忽搞錯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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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連個位都沒得坐啊 那你有沒有想過呢 除了這隻手錶之外 難道其他的裝物就沒問題嗎? 如果姓魏那個一件一件地塗下去的話 遲早都會露出破綻的 不會這麼大劑啊 聽你這麼說呢 姓魏那個很難對付 是嗎? 是啊 啊 啊 他現在已經知道了掉包了 那你這個時候 還回來就要回去 你是不是自投羅網啊? 我最討厭這種人了 假正經 背後自己拿好處 是嗎? 我實在沒有辦法才來求他 哎呀 求什麼呢 大家自己人來的嘛 我當初開這間舞廳 全靠外部會讓你幫忙的 是呀 是呀 給次 給次 我聽完你的電話之後 就立刻打電話給我乾爹了 我乾爹說那個魏專員 他平時給人感覺很廉潔的 但是 善良不正就 你明白的啦 很多東西是表面功夫來的 按照你這樣說 不如這樣吧 那隻錶送給魏專員就搞定了 喂 這個畫法 我跟他又不是很熟 那錶坐場又怎樣 那個魏專員這次 是不是一個人來的呢 他跟他太太來的 他說他太太在廣州有親戚 順便探望他們 嘿 我有個辦法 只不過這次呢 要有炳哥幫忙才行 你好啊 我找魏專員 你是 你是 我叫阿珍 我南京乾爹跟你先生很熟的 哦 這樣啊 那進來坐吧 好啊 我乾爹知道呢 你們來廣州公港 專門叫我 幫他帶份禮物給魏專員 你知道了 政府部門的人 好像不是那麼方便的 哈哈 今時今日這個局勢呢 是粒粒共亂 你都知道的啦 多些值錢的東西旁身 有安全感啊 是就是 不過不是那麼好的 哈哈 是啊 我乾爹說呢 你的兒子得了急病 來廣州呢 要看病 和買些很名貴的藥 現在好等錢花 你看一下 這隻錶啊 很名貴 很值錢的 是就是 都不是那麼好 哦 我都知道的 你們帶回去呢 可能不是那麼方便 啊 這樣啊 我有個朋友呢 他開當店的 你可以找他 把這隻錶當了他 他可以呢 自然把那些錢 轉入你的私人戶口那裡 整件事神不知鬼不覺 連你老公啊 都不知道的 這樣啊 劉局長 那隻錶 找到沒有啊 哦 現在都在找治療 來來來來來來 請手提 來來來來 劉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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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收到料 丙聖大雅有人消贓啊 喂 你的消息可不可靠啊 呃 絕對可靠 來啊 哦 哦 哦 劉長 是不是一起去看看 哦 好 去看看 啊 哈哈 那個標本是屬於我的嘛 現在好 更加雞見諧 不然 是 你也要是你貪心之過啦 噢,夜更多麻煩,你弄到現在破財又消不了災,你還欠孫錦珍一個人情 噢,這位太太,你這隻錶是靚錶來的 那你知道,我們秉盛做開正行生意的,所以我有必要就聞清楚一點,你這隻錶是怎樣得來的呢 噢,朋友送的 唉,小孩剛剛病了,急著等錢花,如果不是,萬不得已,我是不會拿錶來當的 噢,那你朋友是專性大名呢? 朋友姓什麼,跟我當這個錶,有什麼關係呢? 噢,那不是這麼說,如果你拿一些普通的東西來當,就不要緊 但是你這隻就是名貴錶來的,所以我一定要聞清楚 不過你放心,你所說的東西,我們有行規的,我們絕對不會跟別人說的 不知道叫什麼真,唉,一閑記得了 噢,什麼真,噢 唉,這位太太,看你不像是本地人,我可不可以請問一聲,你孫先生貴姓在哪裡高就呢? 這個,唉,這麼多東西問的,唉,我都是不當的,你這隻錶,你還是給我錢吧 噢,麻煩 這隻錶,你怎麼做事的? 啊,難道艾太就來燒裝嗎? 我也是接到線報的,有什麼理由艾太燒裝呢? 咦,艾太太,你手上的錶… 唉,慢著 啊,艾超儀,麻煩你從艾太手上拿一隻錶過來看看 咦,這隻錶,你從哪裡來得來的? 噢,我剛才聽到,好像有什麼阿珍的送給他 阿珍呀,阿珠呀,那些名字,在廣州大把 你不信我帶你回去出現在大院,我喊一聲,走幾個出來 阿珍呀,阿珍呀,那隻雙船的那個審訊紀錄呢,就記得很清楚的了 那你隔一下,這隻錶是不是就是那隻錶來的? 呃,描述歸描述,我都未曾見過這隻錶的 喏,鵝局長,你看一下是不是你們太平分局那隻? 呃,不好意思,凡是這些沒收上來的東西,我是不是個過手的 啊,對了,心六九,你經手的,你看一下那隻錶 哦,好啊 之前是我親手在那個船箱的儀體手上剝下來的那隻錶 但是這隻錶和那隻錶,還有款式和那隻金的顏色 都不太像,應該不是那隻 是呀,艷霸,錶你一直保管住的,你過來看看 哦,哦 哎,沒這麼肯定,絕對不是那隻 三六九,你方無君邪啊 喏,還快點跟艾太導演 啊,艾太啊,不好意思,誤會,誤會,誤會 啊,專員啊,看來在我們那裏面那隻錶呢,就是沒收那隻錶來的 啊,當然啦,一直都是保管住的嘛,對吧 那你由丟失才,一定是那隻,專員啊 哦,可能我這一輪周居勞頓有少少眼花 啊,喏,不如這樣啦,我們回去太平分局,看看是不是呢 那,那,那真是太好了,哎呀,相信專員會 說我們太平分局有個清白的,呃,兩位請 好,劉哥哥,請 走 哦,兄哥,你說江藝專員呢 我原來戴著假錶,回去南京交差啦 哎,還用說嗎 那你真是大開眼界啦 哎,讓你認識那些半場中人嘛 一隻錶,就驗到了啦 這帥風一下啦 啊 啊 ze